例如说,我现在,我重新去,就是,假设我编辑项目,编辑查询,然后,我在这边加入项目好了,加入,加入项目,那加入项目, 你有没有发现,这个地方,假如说我今天,time好了,time,底下这是不是一个,date,前面是不是这个图示,那你可能就要问说,这个图示好像叫做立方,它这边定义的立方,那这边,这个,例如说,session好了,session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,还有heat, heat,那heat,那heat,你有没有看到,它前面就是一个,就是统计图,好了,那,这个为什么不是画,这个heat,为什么不是画这个立方的图示,那我现在要告诉你说,资料呢,例如说,一天,一天,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笔资料, 例如说,很多个user,可是你可以把它再展开,例如说,例如说,第一个user,第二个user,第三个user,例如说,11月20号,我有两个user,它就变成,11月20号,一个user,11月20号,一个user, 所以变成说,这个date,它到时候是要并,它现在让我们看到是并起来看到这件事,那请问一下,这里面呢,这里面它是直接放一个数值,所以那个数值可以去做,直接做计算,可以知道我现在讲的意思哦,也就是说,假如说我现在,我只点了一个date, 它等一下就会说,你会产生一个什么错误,因为你这里面会有合并的资料,至少要有,至少要一个以上的测量资料,测量资料像这种就算测量资料,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哦,那如果说你只有点date的,它就一直出现错误,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,那,所以立方资料跟测量资料,各位只要稍微知道就好了, 谢谢大家